菜品如人品,做菜如做人 大家好,我是阿来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家常菜 砂锅萝卜炖肉 萝卜现在是正当积极 水分非常的充足 所以说吃起来也非常的好吃 然后今天这里是 肉肯定是少不了 这里五花肉把它切成块 然后一块生姜 和这个湖南的剁椒 以及小米椒增加辣味 和小葱香菜 把萝卜切成根肉 差不多大小的块 生姜切成片 小米椒切成圈圈 小葱切成葱末 香菜 切成末 好了,食材已经准备好 下面一步,我们就开始烹饪 我们先来把这个五花肉焯一下水 把锅烧芝麻油 放油滑上 来少许的菜籽油 放入五花肉块 把这个肉块的一个多余的油脂把它焯出来 尽量把它炸干一点 把里面的一个猪油炸出来 然后放入生姜 接着放入清水 然后我们把这个多余放下去 我们调味 来一勺半盐 味精饰料 胡椒粉少许 老抽酱油 少许 饰料的生抽提味 然后放入高压锅 上去压五分钟 点肉再压 然后我们这边来把这个萝卜 煮一下大油 油温烧至六全热 六全热我们下入这个萝卜 保持这个油温 静炸三十秒 好了,我们倒出来 然后待会我们放在这个砂锅里面去 再包一下 现在这个肉已经压好了 我们把它转入在砂锅里面 然后我们把这个小米椒倒下去 接着把这个萝卜倒下去 放在这里 用砂锅 再包个十分钟左右 这个萝卜和这个肉就会炖烂 现在我们用这种蒸小火 来把这个萝卜跟肉 继续炖十分钟左右 让这个汤汁更浓一点 它这个萝卜和这个肉的香味 就会炖出来 好了,可以了 这里刚刚炖了十分钟 没有炖烂 然后再加了五分钟 然后我们撒上点这个葱花 还有这个香菜 这个造型就一下子就上来了 砂锅萝卜炖肉出锅了 今天这道菜在这种寒冷的冬天 吃这样一道暖身又暖胃的菜 是特别的舒服的 加上现在萝卜是一个季节性的蔬菜 尤其是用这个砂锅 它还起到一个很保温的效果 如果大家吃萝卜的话 单独的吃萝卜 在这种季节是没有什么味的 要么就是用来炖鱼或者炖肉 这个萝卜才能够体现它的一个美味 下面我来试一块这个萝卜 萝卜软烂入味 然后大家看一下 晶莹剔透 这个萝卜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刚刚有一个关键的步骤 就是我把它用这个六层油温炸了三十秒钟左右 这个肉也是肥而不腻 首先我说刚才放在锅里面把它炸干了 然后放在砂锅里面包了这么久 油自己捏了出来了 特别的好吃 这个肉 香辣味也是今天这道菜 好下面来把今天这道砂锅卜卜炖肉 几个重要的要点来总结一下 第一个 就是这个肉 我们最好是选用这个五花肉 因为五花肉首先它第一个有油 这样跟这个萝卜包出来 它才会更香 有萝卜里面有这个肉香味 肉里面有这个萝卜的一个清香味 它们的一个味道互相的渗透 这样才会体现出这个食材的一个价值 第二个 就是这个萝卜 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 尽量把它用宽油把它炸一下 如果在家庭里面没有这个这么多油的话 直接拿去炖也是可以的 第三点 大家如果是不吃这个辣的话 这个小米椒和这个多辣椒可以都不要放 那么这道菜就会是原汁原味 体现这个萝卜的水分很充足 它的一个萝卜的原味和这个肉的肉香味 我这个今天是加了一点这个小米椒 增加辣味和多辣椒 增加它的一个茴味 很适合下饭 适合湖南人的一个味道 好 这是今天这道砂锅萝卜炖肉的一个分享 大家如果觉得有用 或者有学习价值的 记得给予点赞关注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